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认为 我必须要临终保持正念 不应该把器官捐赠 如果站在净土宗的角度来说 是不鼓励修行人器官捐赠的 因为对于修净土的人来说 保持临终的正念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可有丝毫的大意 因为净土法门依靠的是和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而得生 你完全靠自己的善业力量是不可能往生的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把手伸出来 你也得把手伸出来 你的正念和弥陀的本愿 两个合在一起 就能决定往生 那么 你就要知道了 你器官要是捐赠了 以临终的时候 器官就需要被切除 这里之所以称为临终 是说这个死亡不是净土宗所认为的死亡 而是在医学上确定了人已死亡 生命 温度还在的那个时候切除 越快越好 因为死掉了的器官就没有用了 你看印光大师文超中所开示的 人在那个时候 连搬动都是不可以的 更何况是用刀子去割呢 所以净土宗认为 我们利益众生不在于这一时的器官捐献 就是说 你要先保证自己到净土去 然后你再回入娑婆 那个时候你就是法身菩萨了 不要说临命忠实器官捐献 临终捐赠器官 虽然这是一个善法 但是从经论的学习来看 当你临终的时候身体被切割 这对于你保持正面 相对来讲会困难得多 所以 你要对来生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规划 如果你要到净土去 那么器官的捐赠就一定要慎重 就是说 你的成佛之道应该怎么走 什么是该先做 什么是要后做 如何才能把它做得圆满了 自己要有个规划 关于这个问题 大虚法师也有过开始 有居士问 师父好 请教下佛弟子可以捐赠器官吗 我有想法 将来往生后能用的器官如眼角膜等都捐了 大虚法师曰 不能说不可以 这个发心虽好 但是必须在保证不影响自己往生解脱的前提下 否则毕竟是凡夫 因小失大那就很可惜了 凡夫无知 不晓得人死后的遗体在三天内最好别动 否则神识会感受大苦 一起沉心 那搞不好就会堕落恶道了 须知 往生解脱是出世间大善 捐赠器官是世间小善 若取小善而气大善 那就是糊涂颠倒了 所以我们不鼓励身为凡夫的念佛行者捐赠器官 除非你是菩萨境界 那当然就不是我能妄测的了 接着我们再来听听南怀锦老师关于这个问题的开始 我们今天学禅 要开创新方法 不能再用老法子了 不一定见桃花而悟道 世界上什么花都有 现在还有塑胶花泥 科学时代要科学禅 要把心理分析得清清楚楚 注意啊 今天科学愈发达 对我们学佛学道愈有帮助 这个时代的人修道 应该比过去的人容易才对 因为有许多科学的理论 给予事实上的帮助 可是一般人还停留在落伍的过去 真是几多灵甲围龙去 蛤蟆依然鼓眼睛 灵甲都变龙飞上天了 田里的蛤蟆还在那里呱呱叫 鼓着眼睛大发牢骚 科学在进步 所以学禅要改个方法了 阿赖耶时等八个时 在为明心见性以前 五变形一定存在其中的 见到正果 五变形便转成妙用 八时规矩送二 浩浩三藏不可穷 冤身七浪静为风 下面两句要注意 寿熏池重根身器 去后来先做主公 人在临死前昏迷了 前五时逐渐散坏 阿赖耶时最后才走 投胎时 则是阿赖耶时最先来 现在科学时代 佛学有些问题来了 请问刚刚死的人 眼睛马上挖下来 放冰库里 可移植给别人 那么这眼石死了没有 同理 肾脏移植时 肾脏的命根死了没有 人死了 亦是先离开身体 第七时也先没有了 在全身还没有完全冷却之前 第八时仍没有离开 趁着眼球这一点暖 瘦 食的鱼粒还在食 如果赶快把眼球挖下来 仍可移植 这种鱼粒有个例子 就是把蚯蚓切成两头 两头都在滚抖 请问它的心究竟在哪一头 又如一种灵蛇 把它砍成三段 三段都在跳 如果这条蛇是山里的话 那段蛇头立即去找药草 相传云南白药就是这样发现 找到药草回来 马上自己把三节接起 又变成一条蛇了 请问蛇被砍成三节时 心在哪一节 古人对这个问题有个答案 就是说当蚯蚓被切成两段时 不是心不心的问题 这叫鱼粒未断 是心的业力所起的作用 称为鱼粒未断 等于我们死了 身体还未完全冷却时 眼睛马上挖下来 这时眼食的鱼粒还在 但医院处理却马上把它冷藏起来 这时不是又把鱼食冻死了吗 这又是什么道理 所以现在学佛的人要注意 不要自己关起门来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必须把佛学和科学配合起来 我们求到做功夫之所以不能进步 是因为求证的方法都是茫茫然 外加自我陶醉 自欺欺人 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我当年研究为时 有一个教授 他说老兄我问你 蚯蚓或者一条蛇 你用快刀把它砍成三段 这三段都在滚动 哪一段里头有心性 当时我只有二十几岁 我说三段都有 他说你老兄怪了 我说有啊 三段滚动的时候有 他说那你说明心见性 那个性是分段落的吗 我说没有分段落 周边圆满 无所不在 那个蚯蚓蛇被砍成三结 三结都在滚动 那不是性烟 那是能量发动的那个功能 这个叫业力 叫余力未尽 当时我年轻气盛 他说 嗯 老兄 佩服了 我说我也不懂 不过我们年轻人会想而已吗 譬如人要死的时候 把眼睛 肝脏捐给人家 一口气 还没有完全断 赶快把器官切下来 冷冻送出去那边街上 那是第八 阿赖耶石余命未断 你说我们把自己身上 块刀切一块肉丢在那里 那个肉在盘子里还在抖动 可是我们脑子里感觉到自己痛 没有感觉割下来那块肉痛啊 这是问题 你以为研究佛学用功那么简单啊 所以叫你们念佛 有人说迷信 你才迷信呢 什么都不懂 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叫你先懂十一切入 慢慢使你们知道有一个知性 他在那里永远不动 人临死以前 如果把好的眼睛捐掉 这口气没有断 脑神经没有毁坏 赶紧就捐了 当然有一点点痛苦 这是菩萨道 牺牺牲了 给后面人用 这个好的眼睛挖出来 马上冰冻 为什么接到活的人身上 还起作用 这是什么道理 讲物理的道理 因为眼神经细胞在人没有死亡 以前被完整保留 那么请问 所谓灵魂 心性 这个意识的作用在哪里 在维实学理 古人就已经问过这个问题 一条蚯蚓或者一条蛇 把它斩成几节 每一节都在动 请问本性在哪一头 这是什么道理呢 维实的答复很简单 这叫做鱼命未断 鱼命 这个时候 阿赖耶什没有完全离开 也就是说 一个物理的作用 鱼力未断 我们把电风扇的开关关了 可是电风扇 还要转动好多圈才停 一个东西旋转得很厉害的时候 不会马上停下来 生命活动得很厉害的时候 突然把它停掉的话 生命的惯性 还要旋转一下 最后才完全静止 这在物理上的道理是鱼力未断 生命意识的道理是鱼命未断 所以人死的时候 别的地方还没有死 意识先死亡 我们要死的时候 第一个是意识迷糊了 前五十性静还死得比较慢 尤其这个时候 它的鱼石还在 这是性静 性静是阿赖耶什的功能所呈现的 说白了 我是这个阿赖耶什的功能 你也是这个阿赖耶什的功能 万物都是共同的阿赖耶什所呈现的 所以它街上仍可以起作用啊 这是生命 当然这一段还要详细的分析哟 所以真正的佛学是个大科学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